近日网传唐燕罗静好事将近 两人将在10月28日维也纳举办婚礼 23日还有工作人员回应 不方便透露太多疑似正式婚讯 不过日前有媒体再次证实了 二人将在28日举行婚礼 据报道唐燕罗静将于10月28日 在维也纳低调举行婚礼 且双方指小范围邀请了亲人和朋友 随后又有婚庆公司人员爆料 唐燕与罗静的婚庆公司 和当初黄晓明与安州拉贝比是同一个公司 并且年初时唐燕就开始筹备自己的婚礼了 从年初到现在过去了十多个月 那么唐燕为什么准备婚礼花了那么长时间呢 原来是在准备婚礼途中 唐燕与罗静曾吵架闹别扭 所以才会延迟到现在 并且这个婚礼从头到尾都是唐燕一个人准备的 10月25日还有媒体独家连线了维也纳当地华人 据悉罗静和唐燕已于23日抵达维也纳 正在为婚礼做准备 更有知情人爆料婚礼将在本周末举行 参与婚礼服务的当地工作人员 都签署了严格的保密协议